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又到我們兄弟旅行社了 那我講一下旅行的問題 很搞笑 正所謂早買早享受 遲買又沒得便宜幾塊呢? 沒有,遲買更便宜 遲買便宜了萬多元 那些旅行團越遲就越便宜 你都知道現在經常轉 你這麼心急 你真的錢多了 但你去這些旅行 有些風險 一個中招全團滅團 究竟是甚麼?滅團 吳家富貴,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支持我們playtron 五元雞毛廣告 和我們說影片 說甚麼呢? 去旅行 搭車又搭船 Woohoo 真是暈了 為甚麼呢? 原來有新聞說 日本那邊有些泰國來的旅行團 厲害了 一到部 被人確診到他確診 有一個人確診 然後做甚麼? 吳家富貴 立即停 即停 即停 不能去玩 全部 要去旁邊 一個人確診 你不是上飛機的時候驗嗎 他們藍色那批是不用驗的 不用驗 那他怎知道他確診 他不檢疫 有個傢伙當然咳到脫肺 說到 不停咳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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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我給了之後 我自己沒事 你沒事 我難確保團友 那團友 自己家人也很難 給了錢呢 四萬五 大家可能不明白 你想引出甚麼呢 我可以跟大家再review一下 我們之前說過 日本即將開放 而香港列入為藍色名單 不管你有沒有打針 總之飛過去檢疫檢疫旁 確診都不確診 總之你過去玩 跟團 不是大團 是跟小團 我們研究過的累費 非常誇張 四萬多包大阪油 包你回來旁邊酒店 就住這件事 我們就覺得很貴 你起碼要有半個月的時間去玩 走一轉旅行團 好啦 我們之前研究過 糟糕 會不會中間有甚麼變卦 突然之間 舉例 香港政府說放寬 這樣 政府 現在才說 香港政府說 林鄭 七月前 都不會放寬 但是我們之前說過旅行團 是八月才起步的 是吧 還有變數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 在泰國旅行團 有泰國人去日本玩 已經頂了 一個人確診 整團人趴進去隔離酒店 那又是怎樣 不用玩了 你想想 如果你載了那團 四萬多元 你過去做甚麼呢 過去隔離 過去日本酒店隔離 隔離七天 有些人突破 扔回來又隔離七天 哈哈哈哈 staycation半個月 我給了四萬多元 沒得退的 就是這樣過銷了 我去了日本 打卡 我第一天在日本隔離 第二天在日本隔離 很開心 看著一隻窗 可能很開心 日本進去 雨田機場 拍照很棒 我們終於到日本了 回到家鄉 很多人這樣說 接著下午 在IG的店隔離 不幸 我又要進去隔離酒店 哇 真的哭了出來 你想想 這個人崩潰 他從此就崩潰了 我相信 有人 我看到 在連登那邊 就說 捉一些 冒了六月 七月去日本旅行的人 好運 joke 捉他好運 如果第一天有人確診 就說 等同你給幾萬元 去日本坐這個疫監 哈哈 哈哈 到時候坐飛機 你吃了飛機餐 看過空姐 那入境 有個入境的氣氛 是啊 你真的到那一步 你真的到那一步 不過一到那一步 之後就發覺有很多東西 很笨實 笨實 其實我們之前看過 我們之前看過 最快是八月的 然後有報紙說 原來是東營油 是不是東營油 他說有七日 旅行團最早 六月十一日出發 嘩 嘩 還有十幾天就開球了 是呀 恭喜 嘩 團費多少錢啊 兩萬八千多 那麼便宜 之前有三萬多 是啊 又便宜了嗎 是啊 之前說三萬嘛 現在是兩萬八千多 那是兩萬八千九八十九元 那去哪裏呢 就說七日小型旅行團 遊覽東京 立山黑布 雪碧 這些景點 那麼 入住溫泉 什麼啊 入住溫泉酒店 不是吧 這個時候熱鬧鬧 哈哈 浸溫泉 都好 高溫殺毒 當你幫你燒毒 好人去的地方 推你去 都對的 但是 話說六月十一 你現在看完這宗我們說的新聞 你會不會有些擔心呢 兩萬多三萬元 值得值得 有什麼事 中了招回來 有人訪問你做明星 哈哈 楊冬佳 我問你 How do you feeling 真是 你說檢疫酒店 真的住過不停 真是 真是開心的 有人就覺得 就住這 博博 博博 按上去 我們看看 這次泰國旅行團 在日本究竟發生什麼事 泰國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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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天氣很熱 確診率都沒有說 不管 入境又是不檢查 不成 泰國旅行團 我們看看他們什麼時候 中獎 這件事在昨天 有一個泰國試驗旅行團 出現 有一宗確診個案 導致原來他們整團人 真的很少人 你知道嗎 這個確診人事 只有四個人 四個人 小型旅行團 這麼少 這個旅行團 一共有四個旅客 屬於試驗性質 誰不知 試出了未來 五月二十七日 經東京羽田機場轉機 去到九州福江機場入境 打算玩五日四夜 參觀福江縣和大昏縣的知名景點 誰不知 去到昨天 一鳴團圓出現咳嗽的症象 一咳 不是 續親 死都說是續親 不是啦 咳到卵都掉了 不緊要掩嚴 掩嚴他 一咳就揚成 由於 他自己一個人揚成 其餘那三位團員 是陰性的 但是 由於屬於緊密接觸者 立刻 整團凹停 給錢去隔離 全部去隔離酒店 那真是 開心仔 開心仔了 是啊 其實 我不知道 他們一行四人 這四個人 是否認識的 可能認識又不出奇 不認識又不出奇 你想想香港 接著又會出現什麼事 如果你想想 一群旅行團 我當你六至八個人 那你可能 不是每個人都認識的 有一個領域 一到一步 領域 緊密接觸 全部 一群人全部都進去隔離酒店 其餘那幾個一定怨死的 嘩 你明知 你有事你就不要 你其實是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你 有很多是隱形的 嗯 你隨時咳過 沒有事 喂 怎麼這個驗沒有事 那你們都驗一驗 不咳過有事 哈哈哈哈 糟糕了 是啊 咳過沒有事 我有事 是啊 為什麼 你很搞笑 是啊 你是隱形的 你玩這些就跟你玩一下 嗯 挺個人的 那到時候又遠天 我猜網上會出很多這些報告 笨實家的酷 即是遠天遠地又怨人 搞到自己又不能去到過去 就拋了東西 是吧 那當然 其實最主要 為什麼會驗得出來 除了剛才我們說到 那些傢伙咳到卵都甩出來之外 那個泰國團友就說自己喉嚨痛 其實他應該心知領得領的 是吧 不過沒有想過就是我驗完之後 惹到其他人都不能去玩 那當然 有人就說了 開始研究了 研究些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打工仔的話 你不要報這些旅行團 隨時你回不了 為什麼這麼說 研究一下 你去七天 第六天才發現自己中了招 或者又團友中招 然後在日本就被人丟到隔離酒店 不知道隔離多少人 然後回到香港再隔離 前前後後變成了一個月 然後被人解僱了 沒有啊 解僱了 不過你老闆就黑面了 肯定Low Pay Lift也搞不定 沒有洩 是吧 你叫你不要去的 去什麼旅行呢 有些人就說 這樣你真的不要想著現在過去玩 當然 有人就說 你打工仔哪有資格去這些旅行團 是 幼稚人玩的 是吧 我們之前看過 有一篇報道說 什麼 有些退休人士嗎 還是什麼 拿了幾十萬去走一轉 是吧 是要很空閒才行的 不過 我們也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們之前還是純粹研究 究竟回來那七天怎麼過 你過得很開心 玩得很開心 回來這七天就可能很大個反差 甚至乎看看香港政府會不會有機會放寬 不用蹲七天走 隔離酒店 不要那麼重吹 不要那麼浪費時間 誰不知只是眨眼而已 第一滴血就出現了 真正正都還沒開始 就已經爆出這些新聞了 那就更加有人覺得 日本政府方面會不會因應這件事 而集中所有不讓他再去日本的事情 看看他看病毒又多重 他又不是很輕的 他又要你隔離又成的 是呀 如果他很輕的就讓你繼續 那些人走 那些人繼續玩 這樣也可以 是呀 看起來又不是那麼輕 始終那些東西是新的 他要試 誰要試 你願意給錢試 是呀 做白老鼠呀 他試試自己的隔離政策 能不能做到 有人中 有些機制 那全部都要隔離 試試人手可不可以 那這些人就知道了 但你現在只是一團 是呀 他每天有上限度 一團 四個 印者龜 是呀 這裡又那裡一道 傳去日本 會不會到時候很多問題出現呢 當然會 這麼少 這麼零星的人 你一單半單 當然是要管理 是嗎 你說不是呀 一天五萬幾六萬單 在日本那些 你打算切斷傳播鏈 真是很難搞的 日本方面 他也有消息 現在說到 基於有人確診 泰國旅行團 在日本確診之後 會不會 立即停止 他們想著 旅遊活動 即是讓外國的旅行團進來 日本方面 就說到 六月十日 擴大接受觀光旅行團的入境政策 是暫時不變的 其實原來 除了這一團之外 另外有十五團人 大概有五十個旅客 繼續 沒事 繼續玩 偶有戒作 剛剛遇上剛剛 可能其他團友 哇 糟了 這樣嗎 我吃後堂算了 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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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聰明 有些人可能在日本 是這樣的 你不是想著滅團 沒有滅團 不出聲 大家照玩 待會你不要說話 都對著那些人 怎麼忍咳 你在街上就低調咳 低調咳 低調咳 吃那些 買龍角散就行了 你沒理由教人這些 是嗎 他們應該是隔離的 當然 你說 必然是要隔離的 是不是 在日本 但是你認為人 會不會這樣做 日本政府要考慮這個問題 即是他們既然 你把那些人放進來 你預料到那些人會有蛊惑 是不是 那這件事 他們怎麼去確保 那些人沒有蛊惑 他又不是每天跟人驗 其實有病徵才會 那一刻 他是純粹那個團友 自己覺得不舒服 才走過去 驗 是不是 如果那個團友 不是說因為不舒服 到這樣的時候 你猜他會不會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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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別人怎麼看這件事 我覺得 但是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 這個 6月11日 東營遊這個旅行程 就精彩了 會不會馬上有香港記者去訪問呢 你們有什麼心情 到時候 就說到 喂 你們是香港 最早的團人過去 你們擔不擔心過去 去滅團呢 去滅團 有什麼時候 在那邊惹到都不定 日本其實也有很多漫患者 他又沒有強制要人 就是在家旁邊 他都照樣出街 其實日本自己那邊 對那件事 你看到他的體重都知道 因為你現在鬥快 在走這個叫做旅行的政策 怎樣去取其平衡 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事 香港就更加不打算 因為林鄭都說了所有事情 現在不是說一些熔斷機制嗎 熔斷機制 你香港 是不是新的 香港的熔斷機制 其實之前說過 大家都在研究究究竟 香港的熔斷機制是怎樣玩的 是不是 有人就覺得 喂 你那七天隔離不應該再搞了 有些人就說 喂 不是啊 你不搞了 待會惹到香港 全香港都是 就住這件事 我們特區政府 都想到一些新招 就說現在罰錢 看這些 我們沒有參與其中 只看他怎樣收貨 過癮 是嗎 不過癮 我看你搞到這樣 我看你怎樣收貨 這些全部都不關我事 是 我不去旅行 我看你怎樣收 你怎樣收尾 不是 其實 怎麼都會有一個地方收尾 不過 總是看你怎樣收尾 他用了一個什麼方法 大家經常都說 不應該有些人 只是酒瓣 那些人正在 現在正在說要殺 有些事情 我都搞不定 對吧 其實 現在香港政府都說 他們會再微調 再微調 究竟是什麼 究竟之前說到 如果一班航班 有多少%的人 確診之後 就會毒悟這個熔斷機制 但是政府現在宣布過了 就說 6月1日凌晨起 微調外防輸入的措施 就是 包括首次航班因為熔斷機制 而加罰款 罰他錢 就說 如果有航班因為乘客 不符合登機條件 而來到香港 而觸動到熔斷機制的話 10天內 發生第一次 航空公司就會被罰2萬元 如果10天內再犯 就會禁飛香港5天 有人就說 為什麼要罰航空公司的錢呢 這樣 是不是真的 用錢可以解決得到呢 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 你先想一件事 因為 政府 有人覺得 你放7天 有隔離酒店 已經很足夠了 你不應該 就把 設定的 暗行防疫 即是回到香港 既然 你7天都可以保障得到 那些病毒不會到處走的時候 就不應該搞了 不過政府 不是啊 有人漏了出來 有人是 第12天才說確診 社區爆發 對 7天就無法隔離 14天也無法隔離 爆57天的時候是14天 其實 不是啊 你那時候說 二十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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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沒有意思的 我告訴你這些旁邊 全部都是白造的 不是 酒店有些錢 那也是 對經濟 都還有些幫助 因為你沒有理由 業的那些酒店 不是啊 說真的 你五萬七的時候 你是 14天 在家裡 七天 惹了老公去 攜充 不是攜什麼 攜充村 攜充還是什麼 撿垃圾 對 惹了四百多人 然後散了香港 五萬七 那裡是隔了很多天的 嗯 現在是七天的 沒有啊 你七天只有意識形態 現在香港是靠群體感染的 我問 你問我們 其實是的 幸好 不要說好 就是不幸運 因為那些人中過了 所以有群體感染 對 香港是經歷過一個嚴重的事情 還有有人打了針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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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研究 為什麼呢 你那天既然有七天的殼 那你還要做這麼多事情 又說要停機 又說要不給飛 究竟是怎樣 其實現在的政府 香港政府就讓步了 就說 先罰你錢 但是 說到 把責任有少少 好像交給航空公司 為什麼跟航空公司有什麼事呢 其實 只要說 你什麼 有高風險的情況 看下 你讓那些乘客上了那班飛機 導致他們過來 很多人中了一掌 這件事是你航空公司 把關不力 有少少被人的感覺上 把責任轉介給航空公司 其實我自己覺得 針沒有兩頭來的 那你又想香港政府可以給你搞伏飛 那香港政府同時間又要保障 香港自己 裡面的環境的因素 一會兒爆到行行行行 一會兒又 你知道了 又被人罵了 又放些人進來 是吧 又賴三又賴四 香港多人性賴 是啊 那天下大大勝來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笑 是啊 喂 就這件事 政府或者林鄭他們都確保 這件事都要喘喘喘喘 不要說什麼 大家行一步了 不要說沒有價格 最多現在先罰你錢 那不是罰得很小的 你看到 我們剛才說的那條數 比較便宜些 但是有少少都已經觸動到 航空公司那種心靈 嘩 嘩 你以為我怎麼也要罰你 你不要以為我不罰你 因為有些交代 又要跟香港市民交代 其實在5月1日的時候 香港政府說過 為了運作整體暢順 又或者會因為個別航空公司 航班容許不符合599H的人來香港 而遭到熔斷 其實他們算數 在這個風險可控提前下 又加上 又不想航空公司沒有生意做 其實也是那句 把責任放在航空公司上去檢查 究竟這些乘客是否符合呢 如果他讓他... 老實說 你讓他來的 你不停... 或者不檢查 全部相機相機 可以的 你搬過來 你摘在我身上 那我就停你了 其實政府就是這樣 希望航空公司幫忙分擔一下這些操作 林鄭至於她說7月前都沒有了 你說隔離7天那些放不放放 她都說沒有了 因為現在 那個情況 你也看到 自己香港 只是咬酒吧那裡都沒有咬完 但是當然 基於 其實我們看得到 香港政府 只要將外來的人數放寬了 那個機制放寬了 數字上面都是回升了 是啊 因為有數字看得到 其實原來回香港的人 或者來香港的人 都是留學生 回來香港探親 甚至乎 可能不是留學生 總之是香港人回來香港 你說這個叫做商務旅客 是很少數的 所以換句話說 有些人說 要不要擔心外來輸入 令到香港會爆一波呢 其實暫時來看 我覺得還沒有這麼快 還沒有這麼快 反而 反而就是 會不會到時候 有些聲音 有些什麼聲音呢 你們出去玩那些 回來旁邊酒店 檢查到你有事 那些呢 或者 之後在旁邊酒店出回來 你剛才這麼說 12天那些 那些 中獎了 然後呢 又惹開了少少出去 然後有人吵 不要 應該不要讓人去旅行 去什麼旅行 惹了病菌回來 對呀 永遠在這裡 對呀 有很多人這樣說 最後就是這樣 找戰犯 香港人最喜歡 所以說戰犯是第一大勝 對呀 對呀 自己不能去 你又好玩 其實有些事情 明白到就算了 我自己覺得 政府 我相信 要等到7月1日之後 所有事情才會再明朗化 那為什麼呢 六月 你這段時間 你說 有幾多個旅行團 我們看到報紙都說了一間 對不對 六月11日去 那你就看看這團人 回來什麼環境 咯 或者可能這團團都成不了 touch through 一會被人罵 是不是 日本這樣 現在你打一圈又這樣 的時候 大家的地獄都出現了 好,當它成團回來沒問題的 就逐步逐步 日本那邊又放心 那你跟著 會不會有其他旅行團 去其他國家 這件事是值得關注的 六月頭 韓國 我們不要忘記了 韓國那邊 放寬自由行 不用跟團 那些人不去日本 日本這麼麻煩 我轉飛去韓國 計算一條數 可能更便宜 你說照七天 我照顧你回來香港七天 照做 沒問題 這件事回來了 這群人去了旅行 而回來的 究竟會不會影響到整個疫情 對香港很大的問題 這件事我猜 特區政府 或者這一刻 大家都在抱著一個觀望的態度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就繼續放寬 所以六月 林鄭自己出來說 在七月前 都可能不放寬 可能裡面也有她的道理 不是刻意去支持她 因為你求穩陣 做人的事是這樣的 你待會兒 他最重要是收得到工 他 退得到優 他怎麼都退到的 是不是 怎麼會退不到 超哥都已經 見完阿習 但見完阿強 是吧 沒有問題的了 不過 會不會被人感覺上 如果一下子放得太兇 兇一點 真的好兇一點 跟超哥說 鬆了 然後爆到 或者疫情的數字反彈上去 然後被人感覺上 有沒有搞錯 林鄭 到時候 你放一些爛灘紙給別人 又好像不太好 所以林鄭在這個位置 就拿回 在這個位置就算了 暫時 這個可控可防的位置上 就留下少許一手 如果那些旅行團 在六月 出出入入 你看到 勢是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你都會被酒店熟悉不下 是的 因為你會無端端 多了一班人 走到隔離酒店裡 因為你多了人回來香港 那他們 所有事情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數字上 不爆得多 這樣才有一個說服力 跟大家說 好了 我們可以繼續向前走 這件事都明白到了 當然 會不會有些人士在外面 旅行不舒服 不說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樣 我絕對不建議做 你不舒服 麻煩你出聲 要不然到時候 大家不能出去玩 那就不太好 其實數字上 到最後 我們 就像林鄭說 不重視 不重視 只是到六月尾 你怎麼知道 超哥怎麼看 這件事 大家要留意 出去玩 總之就是小心 日本這個 大家就在剝花生 剝花生 究竟 那些七八月旅行團 會不會 很興奮 變成要退錢呢 那些旅行團 又會不會很灰呢 那麼辛苦 搶機票 國泰 嘩 又說請人 你看到每個人都好像透過爐 打算開鍋煮飯 怎麼知道 就有這些消息出來 唉 糟了 所以我說 做人所以很多事 不要這麼急 先看定些 有些人就說 喂 其實 買了旅行保險 這些東西 會不會包的呢 補什麼 即是過去突然 是啊 這個可能 原來這裡 推銷保險的 我上網看到有人說不包 不包的 是啊 這些東西 大家自己小心 自己留意 那會不會去到 Touchwood被人滅團 要過去旁邊的酒店玩 七天呢 那大家先看定些 不要急 錢不是這麼浪費的 我覺得 你錢多的可以捐給別人 不要拿去住了旁邊的酒店 無謂 這集時間是這麼多 下一集跟大家說其他新聞 拜拜